前面那個暫緬我是覺得是OK的啦 那後面這個說完全沒有那個假扣押的東西 會不會侵犯到 可能 這不是時代力量現在在講防衛者的 可以說明 各位委員我不是內政委員會委員 不過這個條文是時代力量提案了 跟各位委員報告 現在討論到第二項公擔保金額 那個公擔保金額我上次在提案總說明說過 那是參訪老子正義處理法第58條的規定 所增設的 那這個條文事實上在民事訴訟法 當初人事訴訟的部分 移到架式事件法以前 那個時候為了要去處理離婚財產分配剩餘請求權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比較不好聽的稱號啦 就容我講一下叫做惡奶條款 就是妻跟夫 那因為有時候都是丈夫去帶小孩嘛 然後老婆要離婚 她要告先生要分配剩餘財產 那這個時候太太她已經在家裡很辛苦持家 她根本沒有錢 去供擔保扣押老公的財產 她老公脫產都脫光了 所以那時候很多立法院裡面 女性的委員 為了要保障賦予的權益 在民事訴訟法裡面 假貴要供擔保的時候 增訂了這個所謂的惡奶條款 命供擔保的金額不可以超過1.10分之1 相同的邏輯 為了要保障弱勢的勞工的時候 在勞治爭議處理法第58條 有相同的立法設計 條文寫的是一模一樣 那現在在面對這些重大災害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特別 實在力量黨團會特別提這個條文 都是因為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趕快去把加害人的財產扣押下來 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馬上就面臨到了供擔保的問題 那這個第二項的規定 事實上是跟第三項的規定相結合 我先以台南市的例子報告給各位委員知道 台南市的例子 當初台南市政府 我真的很肯定台南市政府勇於認識 因為在目前民事訴訟法的架構下 他不能夠當代理人 但是他們還是去做了 他們用災民的身份去假扣押 委託 對 那個委託 災民委託市政府 他們去假扣押了以後 下一個問題是 要供擔保的人是災民 他們已經受災了 他們怎麼供擔保 所以台南市政府 這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就要拿錢出去 幫災民供擔保 但是是用災民的名義供擔保 所以第三項的部分 我才說進一步的說 命供擔保可以讓主管機關 如果在地方災害的時候 就是地方政府 出去保證書 帶那個擔保 這個是要補 民事訴訟法 在這個部分規範的不足 理由是 新北市在八仙承保的時候 為了要去扣押 那個加害廠商的財產 新北市政府曾經以 出去保證書的方式 想要取代擔保 但是被 台南高等法院裁定不為理由 跟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符合 那 高等法院做的裁定沒有錯 的確是跟民事訴訟法的規定 是不符合的 但是 如果今天這個條文過了 現在 台南市政府 勇於任市所做的事情 就完全有法源依據 按照目前的狀況操作 我不曉得說 大家知不知道 給台南市政府再來的困擾 過了五年以後 錢要拿回來嘛 誰有權力去提存所領錢 有權力去提存所領錢的是被害人 不是台南市政府 錢是誰出的 錢是台南市政府出的 那到時候如果過了五年十年了以後 真的去把錢領回來的人 他不願意過來給台南市政府 造成了很多食物上面的困擾 那為了 搞清楚這件事情 我還跟台南市政府 直接承辦這個案子的科長 跟他請教過 他說現在 目前按照我們法律的規定 的確很僵化 好 那我們回到整個假扣押制度 整個假扣押制度是 他如果有市民的話 當然可以不用供擔保 你是屬用法的法條是這樣講的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 在實務上 絕大多數的案子 法官都是說 你所提出來的市民 你所提出來的證據 是不足以市民的 所以通常他都會要你供擔保 而且所供擔保的金額都不低 那我們姑且不管說 對於那個供擔保的金額 去帶市民 在民主使用法上面運作 你有一個很實際的狀況就是說 你在受害的災民 他第一個時間要去假扣押的時候 你還要去命他供那麼擔保 根本是強能所難 那你所會造成的法律效果 在過去太多的案子裡面 只是造成什麼 你只是利用法律上面的障礙 在協助加害的廠商脫產 我講白話文 實際上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說這個法條 在我國立法例沒有嗎 有啊 是勞進正義處理法第58條 勞進正義處理法裡面 為了要保護弱勢勞工 所命工擔保金額 不可以超過十分之一的正當性 難道在受災的情況之下 有受災的災民來加以運用 會不足嗎 這個是我針對第二項跟第三項的部分 特別趕來這邊 跟所有內政委員會的委員提出 說明如上 那個請就齁 我們作者講就可以 那個陳委員 呃 因為剛剛齁 剛剛我舉手剛好那個 呃 黃委員講齁 基本上齁 呃 我把台南市的狀況 稍微提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 為這個案子 到底要怎麼修會比較好 基本上其實當時候 檢察官也已經啟動調查了 所以表示他也已經認為 這個案子是已經有人為因素的存在 可是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法的規定 要去假扣押 必須一定要當事者才能假扣押 可是 災民根本沒有辦法去負擔 這個 這一筆假扣押的經費 所以台南市政府才由 受災 就是受災戶 有就是災民 來委由市政府 來做這個假扣押的動作 所以當時候第一時間是由幾位災民 然後連署 然後委由市政府來做處理 那當然 之後還有很多災民 繼續連署委由市政府 可是呢 現在就一個狀況 為什麼地檢署當時候已經主動偵查 而且他也認為是有人為因素 可是為什麼檢察官沒有主動來做這樣的一個假扣押的動作 那如果說當然由災民來發發動的話就一定要這個我們的擔保金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才會導致這個條文我們認為一定要修 所以我們拜託說是不是可以把台南的狀況然後稍微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檢方你說誰是誰能夠去判定說他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等於是個人的損害或是說他有在這當中的一個失職的部分 甚至像這個微貫事件他是人為因素 也就是廠商他是人為 那所以檢察官已經認定他就是有人為因素了 可是 檢察官居然不能直接去扣扣壓他的財產 所以這就是問題所在啊 那個先報告委員會喔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12點 我們延長時間我們把它整個處理完 然後 中午的時間讓這個議事處跟相關單位把 我們整個剛才修改的 跟調序做總整理 然後下午我們再繼續開會 所以我們先延長時間好不好 好沒有很多意見喔 先延長時間好 那我們請法務部說 司法務院說明 主席委員 主席委員 大家好 是 沒關係我站著 剛剛 黃委員他 說明 是 為了要照顧災民那提出這個修正 修正 草案 我們非常的敬佩 那 重點是說現在是有關 假扣壓的部分呢 就是保全處分的部分我剛剛有報告 那保全處分的公擔保兩種一個是已經市民了 一個是補市民不足 那如果已經市民了那免公擔保或是降低擔保金額 那這部分呢我想應該是比較沒有問題 為什麼因為他已經市民了 關於得到新證他已經市民了 那這個部分在證券投資人及其後交易人保護法第34條的規定 他也是這樣的規定 那另外 民視訴訟法第526條第4項 他規定說 付貨期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險 申請假扣壓者 前項法院所命供擔保金額 不得高於請求金額是十分之一 他這裡的限制的十分之一 他有使用前項這個文字 那前項呢在526條第三項的部分 其實他是指已經公擔保 已經市民然後公擔保的部分 那至於說市民不足補 然後以擔保補充資的這個部分呢 因為這個擔保金額還是為了要顧慮說 債務人因為被保全處分 他可能受到的不利益的一個擔保 所以這部分如果一概的降低 一概的降低這個擔保金額 那可能跟這個擔保是在補 市民不足的這個部分 性質上會有一些違背 那剛剛委員講的 講的這個勞資爭議處理法58條 那確實他是這樣的規定沒有錯 但是勞資爭議處理法58條 他其實是基於照顧勞工 那他的主體很特定勞工 但是這個這個我們這個本法 其實他的災害的規範範圍很大 他包括火災包括路上的交通事故 他其實而且路上交通事故的範圍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是說兩部車相撞 就是了嗎 那這部分我覺得應該是還要考量到 這個規範範圍的大小 那還要考量到說這個債務人在全力義務 還沒有最終確認以前 對債務人一些些的保障 那再來就是因為在本條在這個修正草案裡面 還有爭列呢 擔保得由主管機關出去保證書代資 所以呢在這裡已經增設主管機關他可以用保證書的情況下 那實際上並不用支出這個擔保金額 他只要有一個保證書 那這時候我們是不是回歸 如果他已經市民供擔保 那也許可以宣告說法院這時候法官可以裁糧免供擔保 但是如果是補市民是不足為了兼顧債務人的全力義務 那這時候呢是不是還是留給法院去裁糧 但是呢主管機關可以用保證書的代資 那其實三方面都可以得到他所要的東西 我的建議是這樣 第一個 我站著這樣大家看得到誰在講話 第一個是 我們為了配合這個修法 就所謂的受災民眾 在法律上面已經有在法條上面做定義 因為前面的條文我沒有來 我是先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在review我們的障害防救法的時候 對我來講困擾最大的是 所謂的災區民眾的這個概念 在整部法裡面其實從來都沒有定義過 但是有很多權力主體 就是由災區的民眾來承受 那為了要配合這次的修法 所以我們在立法理由裡面增加一個 就受災 受災民眾這樣子的一個法律定義 讓法條未來在適用一些權力申請規定的時候 有明確的主體規範 那第二個是 剛剛我說勞制正義處理法 您說主體很明確是勞工 受災民眾的範圍絕對不會比勞工多啦 我這樣講好了 受災民眾的範圍絕對不會比勞工多 那第二個是 這個是從勞制正義處理法裡面 相同的立法一直來的 我們如果要比照輕重權衡的話 那我們就來比 的確在勞制正義處理法 我也可以坦白的講 勞制正義處理法 當初那個條文就是我寫的 那現在 我們在處理受災民眾 他們在面對事後求償 所受到照顧的必要性 真的比不上勞工對雇主嗎 在立法理由的權衡上 我沒有辦法得出這樣子的結論 那最後一點是 如果在每個案件當中 你都有辦法確保主管機關 真的會出具保證書的話 那或許你不用顧慮到第二項 但是我相信今天在場 在座的各位 沒有人會擔保 說地方主管機關真的都願意出具保證書 因為我不知道下一個遇到 這樣子的事情 不要說只誇 好像台南市市長賴清德 新北市市長朱立倫 當初在八線城堡 他也出具保證書 那但是未必未來 所有的行政首長 在面對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他們都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在第二項的部分 我還是賤情啊 就是內政委員會的委員 如果認為說 真的一下壓到十分之一太低的話 那看是不是可以再酌情調整一下 但是為了維持整個立法體力的完整性 跟來自正義處理法裡面 兩者之間輕重的權衡 我還是覺得說 要維持 現在本來本黨團所提出來 法條的設計 謝謝 謝謝 好 請我再一點點的 好 維持國委員 告示一個齁 司法院剛剛提出這個意見 我先插一下話齁 那個受災民眾跟受災居民 在不同條例有不同的寫法齁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的時候是用受災民眾 有時候是用受災 對對對 那他不見得是應該 理論上來講 這個不應該是受災居民 有一些災害的不小心走過 那個文字齁 等一下請那個議事處 全部把它順一次 我們把它完成以後齁 議事處你們麻煩 把所有的文字跟條文 全部順一次 我們請司法院再做最後 不好意思我再 可不可以再插一下 其實這個事情是從8178其實就有了 8178的時候其實高雄市政府 就採用這樣的方式 後來台灣市政府 這次也參考了高雄的經驗 也採用這樣的方式 就發生重大的災難 其實每個災民 自己救災都來不及了 自己 那個他其實沒有能力去對這麼 那個 那因為 818的時候是剛好遇到了 理常文化工 所以 市府出面了之後也很快的 理常文化工又很好的善意的解決 所以 先都處理好了 包括也都那個 那只是最後等到法院的最後裁決決定之後 再來 各責任是誰的錢就給誰出 所以 那這一次這個也是這樣 所以說未來有可能遇到這種重大的災害的時候 也一樣 有可能一樣是政府會出面 地方政府出面來協助 所以我也是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應該在 如果能夠認定啦 重大的災害 確實啦 不應該每一個所有大小的災害都 全部如果重大的災害的時候 而且我認為是地方政府的 出面狀況下 至於是用 整個 保證書的方式 還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認為應該在這塊降低地方政府的負擔 那這樣會有助於 地方政府跟永遠去協助幫災民去 確保 對 確保這個 好 多一點說明 那 主席各位委員 那剛剛司法院 我們之所以提出這個意見 是純粹從訴訟法理上來 來論斷 我們無意去推斷說 勞工或是災民誰比較 應該受保護的部分 其實 我們認為所有的權利都應該受到保障 那是這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我要補充的是 有關 最後一項假執行 假執行的部分 那我還是要重申 就是在權利義務還沒有 還沒有最終確認以前 那民事訴訟法他 他 他那個 三百 民事訴訟法 三 三百八十九 好對不起 謝謝 謝謝黃委員 三百八十九 他其實有 就法院因依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的部分 他有做明文的規定 那他其實各該法律規定 他各該規定 可以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的理由 很簡單 他還是說 如果這不影響 當事人 債務人的權利義務的話 那當然可以依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例如說 因為他可能是因為 被告認諾 他被告已經承認了 或是說 因為是用 檢疫程序 檢疫程序本來就很簡單 那 可以先讓他假執行 不會對被告的權利受到太大的損害 或是說 訴訟標的 幾乎的金額或價格沒有遇到 逾五十萬元的部分 那這部分 這個影響也小 所以先讓他假執行 暫時的先執行 讓他的權利 可以獲得求償 獲得補償 那但是呢 如果在其他的訴訟 例如說這種全面性的大規模災害 如果法院都應該一直接宣告假執行 去執行的話 那 也不用公擔保 或是 或是在這情況下 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損害被告權益的問題 這不是 我就很不習慣做的講話 請主席單待 實在地上為什麼最後一項 要寫法院引擬職員宣告假執行 立法目的很簡單 大家知道在我國第一省法院 走完平均的時間要多少嗎 大概超過六個月以上 到了第二省法院以後要多少嗎 大概超過一年半以上 那下一個問題是 我如何透過第一省的勝訴判決 不要讓廠商藉由小部分的上訴 就阻止災民迅速的實現權利 這個是在這個立法理由最重要的部分 剛剛司法院的同仁有講 說389條民事訴訟法的規定 民事訴訟法裡面 它規定裡面的不是只有金額小的 譬如你剛剛所講的 依照檢疫訴訟程序所下的判決 請問 依照檢疫訴訟程序請求本票 票去債務 新台幣1000萬元 要不要依照職員宣告假執行 答案是要的 因為它屬於427條 第二項第六款 引以職員宣告假執行的範疇 第三個剛剛在 各位在民事訴訟法389條 看不到的一個規定是說 本來你如果是命請求 撫養的義務的話 未滿6個月的部分 也應該要依照職員宣告假執行 民事訴訟法 現在為什麼沒那個條文 很簡單 移到假執事件法去了 但是法理是一樣的 它的法理是什麼 就是 如果 對於原告來講 取得那個金額 對於他接下來的生活 是很重要的 這個時候我們在權衡 要不要依照職員 要不要假執行的時候 立法者所做出來的判斷是要 因為 照顧生活繼續需要的人 他的公共利益非常的高 那這是為什麼 我們在 重大災害的情況之下 當三年都已經 受到這麼嚴重的 創傷的情況之下 我為什麼要規定 引以職員宣告假執行 事實上所適用的法理 是一模一樣的 它無關乎金額的大小 因為我剛剛說了 是用檢驗訴訟程序 427條第二項 你還是有可能是 訴訟標準金額價而高的 那這個是跟 就有關於 在最後一項 宣告假執行為 為什麼做這樣子的制度設計 跟內政委員會的委員提出說明如上 條文其實跟內政務沒有特別關係 但是我講一個 我實際 參與救災的經驗 在民國87年 林肯大進發生的時候 我是救災的指揮官 那個是 林肯大進 是那個 李宗賢一個董事長蓋的 那發生災變了以後 大家也有談到這樣的問題 怎麼樣來趕快來夾扣押 但是夾扣押其實 省政府沒有錢 可以去幫忙夾扣押 所以對於不動產的部分 那時候省政府就建議 送省長有一個處理的方式 就是發函給 所有的全省的各地政事務所 對於不動產的部分 要移轉登記 設定禮壓都要報省政府核准 就是用程序來把它拖延 但是對於財產的 動產的部分就是向銀行存款的部分 那時候大家也有爭議 說這樣的話 就是要給他凍結嘛 但是我們要擔保沒有辦法 那時候這個人 就被陳瑞仁檢察官把它拘押了 所以我就去找陳瑞仁檢察官 我說你把他關起來 我剛才來臉爽快 這個錢你大概都沒有辦法動 所以後來 陳瑞仁檢察官聽我的意見 就是都把李仲賢帶到他辦公室 跟台北縣的小保管一起討論 達成幾個協議 比如說他這時候的銀行的存款 提領的話都要經過我們見證 然後到這個賠償的專戶去 然後他的財產如果處分 也是以這個錢一定要經過見證 要回到這個賠償的專戶 所以你可以回想過去 這個就很順利 不會說你等到訴訟完以後 我們還拿不到錢 才去拿錢來賠償 就很快的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處理 所以我想就是說 大家剛才講的都是一個 合法的一個行政程序 但是這個程序 有時候會反而 緩慢了這樣的一個 一個賠償的一個過程 當然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寫在這裡 其實是有它的必要 但是說 假如說司法院也認同這個觀念 但是不適合寫在這裡 那我的建議就是說 司法院是不是應該 去定一個 劣勢 重大災害 那什麼一個條件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 是不是可以 就直接明定 可以由政府 政府的地方政府來出具 出具 保證書來 免擔保 這樣的一個 可能這樣的話 在處理程序上 會幫助 會幫助 地方政府處理 我跟部長報告 你要司法院 提出的條文 然後要出來 會等到變化地 這樣子 部長我們要不要這樣做 我們要不要在這個整個 我們修改之後的 不管是主決議 或者是附帶決議 或者在說明欄裡頭 相對的要求 司法院 在這 或者我們等一下 中午休息的時間 就請他把他寫出來 明白的要求 他們必須要做什麼事 這樣可以嗎 那個主席啊 對 不是就是 主席啊 來 這個剛剛 這個黃國昌委員 所提的這個意見 跟我們剛剛在主張說 這個在黃偉哲委員的 第二第三項的這個 的這個立法的 這個精神是類似啦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支持的 這個是我們 我們是支持的 但是我一點比較 不清楚的就是說 在時代力量的版本 跟黃偉哲委員的版本 的第一項 在提到 這個損害者 這個受損一 應付 這個陪黨責任之人 提起民宿訴訟者 跟黃偉哲委員所提的 可規則於人之事 由自受損害 而引起提起民宿訴訟者 這個有什麼不同 範圍有什麼不同 一樣嗎 對 那 假如這個範圍一樣的話 不管是時代力量的 這個版本 跟黃偉哲委員的版本 我們是支持的 那最後一個 時代力量的一個版本 在提到 法院就第一項訴訟所為 受災民眾勝訴之判決 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 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種訴訟曠日廢時 然後在這個 在整個司法訴訟的一個過程裡頭 這個高院跟地院的判決 那有時候 在高院裡頭 這個部分 第一個拖延 那第二個也許又 這個做不同的一個判決 那到最高這樣來來去去 恐怕 這個判決的這個 時程相當的一個冗長 那假如沒有經由說 這個 這個訴訟所為判決 是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等等 這個部分的一個規範 恐怕這個真的是會影響到 整個受災民眾權益的一個保障 所以基本上 我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 在有關這個扣壓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是認為說 不管時代力量也好 或者是黃偉德委員 這個我們支持 那最後一項 時代力量版本 我們也支持 最後一個說 最後一次 因為委員 基於照顧災民的信義 我們都能夠了解 那我們也希望 有權利的 都可以獲得保障 這部分 我們也都一直在這樣的主張 那 但是就有關最後一項 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的部分 假設委員認為說 在法院 原告勝訴判決的時候 有先讓原告真的 有讓災民真的 去先實現他權利的必要 那是不是在這裡做一個宣示 但是 英字用一個德字 讓法官可以爭奪 具體狀況 那一方面 也達到宣示的目的 那一方面 也不會因為具體個案 在僵化 然後限制 法官就具體個案 為不同裁量的部分 那這部分請委員參佐 那另外第一項的部分 第一項的部分 因為可規則的這個室友 有所謂的故意過失 不可抗力 通常事變 那所以呢 實際上 用應可規則 以人之室友 這部分的法律用語 可能是 也許 可以再修改一下 那至於說 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的部分 第一項部分 受災民眾救起手 受損害 提起訴訟的部分 我剛剛有報告過了 就是有關損害賠償 有直接損害 間接損害 那另外還有 特別是委員管理 或是一位保險公司的代位的部分 那這部分 是不是也在 這裡的適用範圍內 那這部分 可能要釐清 那釐清之後 應該就比較沒有問題 謝謝 現在我再說明一下 最後一項 你如果要因應職權宣告假執行 你要改成得的話 我必須要講 實意不高 所謂實意不高 是他現在本來一申請 就可以申請法官宣告假執行 但是您應該也知道 我講的是什麼 現在我們為什麼 申請依照職權宣告假執行 跟職權宣告假執行 差別 就在擔保 你如果要把他說 法官得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的話 你如果最後一項要這樣改 可以 那我們擔保金額要再多加一下 再來處理 要不然你達不到那個立法目的 按照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 本來就 當事人 勝訴的當事人 本來就可以向法官申請宣告假執行 為什麼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這件重要 我們擔心的就是擔保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要改成得的話 當然我還是會覺得因比較好 等一下我再進一步說明理由是什麼 那第二個是 其實司法院要對自己第一審法院的裁判品質要有信心 第一審法院所做的判決 如果他的正確率夠高的話 你其實不太用擔心到第二審被翻覆的問題 對 那這樣就好了啦 美國的法院是第一審法院判決出來就有執行力 那當然我們因為40審 採取兩個審級 所以制度設計稍微比較不太一樣 但是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說只要第一審 他裁判的被維持率是高的話 依照第一審法院依照職權宣告假執行 會產生不應執行而執行的機率 事實上是相對來講 是低的 所以為什麼我才會說 我還是會認為說 我們本來的提案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各位委員認為要給法官裁量權 要把它改成德的話 那我就要再建議法條不可以就這樣結束 要不然的話會成為笑話 為什麼會成為笑話 因為你寫了跟沒有寫的差別不大 那我馬上就要去處理供擔保金額的問題 那至於說我們在法條上面所寫的 我只有講的是說 對依法應付損害賠償責任的人 他的主觀規則要件 賠償範圍都回歸 本來應該侵權行為法 他的規範體系當中 你沒有必要 也不應該在這個法律裡面去定 譬如說我如果要依照 侵權行為法的規定 跟你去請求損害賠償 那你就看侵權行為法的訴訟標的 法律關係 到底成立或不成立 那 所以就這個部分 你其實不用去處理主觀規則要件 也不用去處理賠償範圍的問題 因為那本來就是回歸各該請求權基礎 他所應該有的法律要件是什麼就是什麼 在這裡我們並沒有擴大或改變 權利人本來可以行使請求權的範圍 那只是就訴訟法上面 給被害的民眾 有一個比較方便可以尋求救濟的特別規定而已 這兩位請坐 你們兩個請坐 你們兩個請坐 你們兩個坐 我還是有點擔心說 你那個假執行 理論上是沒有錯 你們兩位請坐 這還放下去 要放到幾點了你知道嗎 這樣沒辦法 這一條我們暫時先保留 我們下午你們中午再去溝通一下 把那個可行的 可能發生的 每一個狀況都 因為我們一方面要保護 我們受災的一方面也要保護 我們人民避免被 不必要的這個權利義務 我覺得這兩邊都要處理 所以我們這一條先保留 待會兒 那個休息的時間 部長啦司法院啦 我們再來看怎麼樣會 下午三點再來做報告這一條 好不好 然後其他我們再 現在還有一條是 48之一 剛剛是跟 剛才已經提過 43之 44之3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不再討論 然後再來是 塑集條款 塑集條款 這就更麻煩了 因為塑集條款 我們幾位委員提的 包括葉怡經委員 林靜憲委員 以及 都塑集到 王帝委員 都希望塑集到2月6號 105年的2月6號 但是現在孔文吉委員 有提了一個案 是提 希望能夠塑集到 104年的8月6號 那是莫拉克颱風 蘇比特颱風 蘇比特颱風 這個你唸一下 等一下 這給他們 來 委員孔文吉等 五人提議 第52條修正為 本法除中華民國幾年幾月幾日 修正之第44條之一 至第44條之四 自104年8月6日施行外 自公佈日施行 宣度完畢 好 那現在就是 孔文吉委員的修正動議 是到104年的8月6號 那麼 葉宜金委員 林俊憲委員跟 王帝委員是到 105年的2月6號 請問各位委員 我來說明一下 好 主席各位委員是這樣 那我是 所以修正這個 塑集的這個時間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新北市的烏來區 跟桃園市的復興區 那我們原住民地區 遭受了這個蘇迪勒 跟渡尖颱風的一個侵襲 有的有造成媚村 那個在烏來可以說是百年的一個最大的災害 到目前為止呢 我還是在幫他們 爭取什麼低利貸款 還有房屋的新建貸款 房屋也流失了 甚至於水電的補助這樣 那今天很不容易說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災害防救法 那大家都很關心台南震災 那我們是有回溯到今年的2月6號 那我在這裡呢是特別好 因為我們還是在震災 還是在這個重建 有土石流 是不是可以說我們這個 災害防救法這個施行的日期 可以回溯了 回溯到再早半年前 104年的8月6號 那個渡尖颱風跟蘇迪勒颱風 因為復興區跟烏來區 現在還是在重建 還是在擺配貸舉 貸款也有問題 都都有問題了 那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這個災害防救法 今天修正通過了之後 我們也能夠 這個照顧到我們岩湘地區 遭受土石流風災的 這樣的一個災害 不要讓我們原住民成為一個 災害的二等公民 這我才特別提出來 這樣一個修正案 謝謝 那個部長 回溯到100 就是恐慧委員提的這個時間 我們還有其他的災害嗎 確定都沒有 那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回溯到那個104年的8月6號 早半年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謝謝 那好 那個陳超明委員 剛剛談到假扣壓 我覺得要好好的研究 因為921地震 我們苗栗有 我親自有下去 那一個斷存來經過的時候 鋼筋水泥的處都倒影 結果隔了一條馬路不到10公尺 他竟然沒有受到任何的損害 所以像台南為什麼那個叫尾罐喔 怎麼只有他倒 他旁邊沒有倒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要假扣壓 說阿堂的地人全部假扣壓 你就要把劍職師全部都抓到裡面去 所以司法單位在辦案子的時候 當然台南這個我們發覺 他旁邊的怎麼沒有倒 只有他去倒 但是真的大自然 你要你經過那個斷層帶 你把好的處 有時候都沒有用 所以我們要做這樣假扣壓的動作 你也不能太便宜閒事 保重受害災民的權利很重要 不能說要倒下去我就把你拿 不不你出外套去 除了你有防震的系統 整個系統改變了 所以這條要很順重阿 或是這一條你要規定的非常明確的一個範圍出來 在怎樣的狀況裡面 你才能去吃虧阿 不然真的大地震都要全部把它抓起來 斷存在堅固的地方 你也很難去防止 我給大家了解這樣 因為我去看 這邊的防止怎麼 鋼筋水離得倒 到你的旁邊怎麼只離了10公尺 20公尺沒有倒 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慎重阿 不可以說一件事都趴去所有 主席 那個李基義委員先舉手 你要先說嗎 我先給這樣 處理叫時代力量的提案 通過 那最後一項 那個應得那個部分 先按照時代力量的版本 通過那個應得 那個得 在超級協商的時候 再來處理有關應得 4%有意見 這要說服我們 那我的理由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現在都在說台南的雷 台南的雷是給我一間而已 一棟大樓倒的 你萬人說大規模像 九二一 他倒十十棟 你電影政府賺錢 民眾賺錢 不可能會賺錢 你即便說 這個 這個沒辦法 這個 沒有出具保證書 所以他要 他拿他的擔保金 台南一棟 譬如說三千萬 你萬人一百棟 電影政府哪有錢 他要去拿這些 受災民眾處理這個 所以我覺得 這個 有關這個擔保金 不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賠償金的實惠金 這個合理 然後前向擔保金額 督管機器官 出具保證書代資 這個一定要入法 這次我們一定要入法 這個不是說台南的單一個案 大家覺得還可以 大規模的 那這個 有涉及到偷工減料 等等這個部分的時候 那你假如沒有把這條放進去 就沒有辦法去處理 類似的這種 規模比較大的 這所謂的重大災害 的這個部分 來 李委員 那至於 至於勝訴判決 這個因 這個部分 很難權衡 坦白說 因為我們要考量到兩方的一個權益 所以 在過去的 發生的這些案例來看 這個 這個 你說真的 災民能夠拿到金額賠償的這個部分 真的是 在過去的雷少之又少 所以你真的要 讓我 在這裡做一個決定 我 我個人 覺得 因一之前宣告假執行 這個是 應該 要支持 在感情上我會支持 在 在理性上 我們當然有討論空間 我們在感情上 過期的雷 都沒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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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覺得還是要支持 感情上支持 理智上有討論空間 我還要補充一下 我還要補充一下 大概剩下 四十七條之二 就是 時代力量剛才所提的 包括說 我們要怎麼樣 假扣壓等等 這個比較有 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口文記委員 跟葉宜基委員 所做的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 來追溯 最後的這條 52條 我們52條沒有處理 那 我這樣做結論 大家看看有沒有意見 剛才其他的條文 大概都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沒有問題的 包括文字的修正 跟條文的順條 我們請議事主跟 我們的內政部 其他的單位 來做 這些文字上 把它總整理 跟條序總整理 那這兩條就是 四十七條之二 以及我們第五十二條 這個部分 都有我們請司法院 呃 呃 比較有意見的幾個委員 我覺得 潛力義務 跟這個 包括說這個 比例原則 我覺得我們都必須要兼顧 如果說我們比例原則沒有兼顧 然後 全力義務沒有兼顧 可能我們又會立了一個法 到最後 又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三個小時 欸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你們自己 我們自己再來做一個辯論 好 那我們先 我就沒有準備便當 這全部都沒有準備便當 這不行 不是條件 因為你整理這個條序 跟整理這些文字 我們我們要很負責任的把這些文字跟條序 都整理出來 因為剛才我大概我們這裡有一大堆了齁 等一下你們要很認真 我們還要再看一次 那整個都整理好了 我覺得我們這個條文才會比較完整 那原來我們比較希望說 今天是 這個審查完了 就不要協商 但是我們在整個的問題 看起來 好像不協商也不行啦齁 所以我們 休息兩個半小時 我們三點鐘 因為他們問我 我本來是說兩點也要開始開花 他跟我說是不是 我有記不了齁 其實我都沒有記 因為我本來就是 對 欸那個陳其蔓瑋 我覺得你不要用抹黑的方式來這裡討論事情 我覺得這樣不好 因為本來就是 剛才就是這樣子宣佈的齁 我覺得 而且我們也尊重我們議事組的人員 如果你們這個騎我們 你沒給經理 你今天是要怎麼 還是我們就大家坐在這裡 然後也不是便當 我覺得我也沒有問題喔 我也沒有問題 好 那 你一方面尊重主席 一方面又在這邊消嫌 又在這裡抹黑 我覺得這樣不好齁 那我們希望我們議事組 把這個整個整理出來齁 那 司法院這裡也請 再跟 對 時代的 再討論 因為 如果因為這個 涉及到人民的全力義務的問題 如果不符合比例原則 我覺得也不是很理想 像陳昌明委員剛剛提的 我們也必須要兼顧 好不好 那我們先休息 我們三點準時開配 謝謝 的 請 感谢观看